临终助念家属须知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1. 病者静听佛号 实为至善之事 大命未尽 可以却病延年 事受已尽 即得往生极乐 世人不察 没以佛法 但为超度幽名而设 宜为不及 拥于古见 大谬大谬 华言经 佛生诸天说法 无量天地 共念佛法 最为吉祥云 念佛者 佛所说之法也 故一心念佛 功德时不可思议 2. 凡眷属人等 妾不可入房 与病者作转碍语 火临床挥泪 扰乱病者正念 泪其堕落 3. 病者出气绝后 切记哭泣 切记开洗手足 搬动身体 调换衣服等事 因亡者此时 神识畏蛇 免使痛苦 丧失正念 只需照常念佛 呆至暖绝全舍以后 注念功地 以上之事 方可举行 4. 王者暖绝全舍以后 碧溪湾区 难以正直 可用热水手巾 搭于碧溪湾处 自然照源 其时趋义和爱 切不可听从世俗之谈 为亡人手足布直 来生将成哲宫 我族之人 此等谬见 稍有实者 即知其妄 盖修行 有的者 多侧卧而逝 称为吉祥逝 或作化力亡 夫侧卧作化 手足必驱 不变自明 即释迦牟尼佛 涅槃时 亦侧身又邪而卧 故亡人身体之正直与否 实不成问题也 5. 生息以后 家属应以念佛 代替灵前哭泣 6. 祭祀 应以素斋带荤菜 禁止杀生 7. 节省丧事 种种弥肺 以作佛事 货买放生灵 为亡人生息支柱 8. 病者亲属 如有不依照本须之第二 第三两项规定者 本团 即停止其住念之义务 感谢观看